Ultima Sustain 田子荒篇 歇视了世纪人 以冲学道而又不得遥领 以致悟入歧途的現狀 其主旨與內篇《德聰父》大宗司 所展述的思想有明顯的關聯 圍繞這個中心 文宗記斥責儒家的聖志禮儀 以及繳遊虛偽的雜氣 又弘揚自然純真 無為寡慾的人物及其行為 並主張不要在乎喜怒哀樂 要忘得失 忘生死 忘明利 莊子見老外公談論他的道術 我們老國的人都修儒術 沒有人會修你的道術 老國的儒者很少 你沒看見我們全老國的人都穿儒服嗎 怎麼會少呢 我聽說儒者戴圓帽是表示知道天文 穿方形鞋就表示知道地理 配彩帶帶玉配是表示他做事果斷 君子有儒者的修養未必穿著這種服飾 而穿著這種服飾 又未必有儒者的修養 我現在請大王下令 不懂儒術而擅穿儒服者處死罪 這樣就知道他們是否真的懂得儒術了 團令下去無儒者修養而穿儒服者處死 太可怕了 不可以隨便穿儒服 過了五天 整個老國只有一個男子敢穿儒服 站在哀公朝廷面前 哀公召他來詢問國使 儒者應對儒流 千變萬化是個真正的儒者 你看看 全個老國只有一個儒者 這樣也算是多嗎 生命的意義最重要是活得真實 但是人就經常抱著虛假的形式 而失去真正的真 百里鞋沒有把悲賤放在心上 所以他養牛的時候可以把牛養得很肥 秦木工認為百里鞋能亡卻悲賤 便把正事交給他 封他為五股大夫 百里鞋做了五股大夫之後 也沒有把著陸放在心上 所以把正事辦得很好 做事做官可以亡卻自己的悲賤高貴 達到無我境界 著陸不入於心 不求財不邀功 正事還會辦得不好嗎 宋元君要畫畫 很多畫師都來了 拜見宋元君之後 個個都興致勃勃 如不條麥 站在那兒等 有個畫師來遲了 但是神態非常悠閒 他受命敗陰 但是他站在那兒 然後就回到住所 寬衣解大裸體地在地上 這個人太不像樣了 好極 這個只是我要找的畫師 人如果可以不寧著陸 毋如入心 就可以真 畫師本人一定要真 才會有真的作品